记者姚月红台北报道,有机层员仅指新配发的德国Welzer警枪进行好,但故障排除时,但侠释放不敢,以下就断裂,质疑警枪不耐用,对此警阵署强调,新枪结构并无问题,会断裂其因操作不当所致,未来将加强远警操作训练,避免类似情事再次发生。 警阵署指出,为泰换旧枪,枪化远景执勤安全,自104年度规划以一次招标,分批交货方式,公开招标新枪。 当年11月5日,由德国Karlweiler GmbH公司得标,预计分4批交货,目前第1、2批手枪23207支以全数拨发警察机关。 各单位正经罗密鼓办理弹道建党,并同步进行远景教育训练与检测认证,完成后将拨交远景第一线使用。 经传出,新北市警局或拨新枪拨杆断裂,遭殖疑速钢枪生耐用度有问题。 经警阵署了解,该局106年9月份新枪训练期间,远景操作枪支故障排除时,由于不当强泻弹匣,才导致弹匣释放拨杆断裂。 警阵署表示,有关新枪枪身采速钢材质,是为装备轻量化需求,其结构强度并无问题。 所发生情势,系应不当操作所致,除以迅速完成换装备品零件外,并要求各受配新枪警察机关于办理员警教育训练时,应加强枪支构造功能说明及分解结合操作,避免类似情势再次发生。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